G.O.的大日历是最美大日历 美的哪儿呢 腕表流行力 天数接力气 大家好 今天开箱一款 德国味十足的正装表 格拉苏蒂原创新款的 Sanitor Conometer 一元天文台腕表 Made in Germany 在各个领域都是很给力的标签 历史上的照相机 光学仪器 更不用说汽车了 但德国制造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比如说汽车 表也是 今天说的德国腕表 指的是德国高级腕表的代表 德国高级腕表 有哪些过人的地方 这款表是最好的例证 独特的历史和传统 塑造独特的设计工艺 决定了不凡的品质 一看这外观 马上让人想起航海天文中 格拉苏蒂的航海天文中 也是享誉全球的 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 德国海军崛起 精密实际 必须用德国造的 从1886年起 格拉苏蒂的制表师们 开始成为航海天文中时代的 参与者到1970年代末 已累计产出大约 一万三千只 坚固耐用的航海天文中 几身一流精准的 便携机械实际行列 这时针和分针在中心 六点位呢 是下沉式的小表盘 表圈 还带有精致的滚花边缘 这种装饰 也是格拉苏蒂航海天文中上的 提升持卧稳定性 格拉苏蒂原创 还有珍锡版的 一元天文台 薄金款限量套装 带有一台精心修复的 古董航海天文中 现如今只有一套 在中国SKP专卖店销售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格拉苏蒂原创 1845年在德国 萨克森州制表重镇 格拉苏蒂创建 这个牌子 95%的机型零部件 和工艺表盘 都是资产 如此之高的资产率 还跟历史有关 航海时代 战争时代 则不用说 哪怕是在那个年代 整个阵营的技师产品 都依靠格拉苏蒂原创 从未间断的制表历史 传统手工艺 以创新技术的融合 造就了格拉苏蒂原创的万表 咱们看看做工啊 表盘和机型零件 经过繁复精细的磨砂镀银处理 用细银粉 盐和水的混合物 对表面进行磨砂 造就优雅 秀美的光泽 再度上灰色涂层 永不褪色而传统的德沟银材质 时间长了会变暗 蓝钢指针是传统的 而且是手工抛光的 小时刻度是立体纯金压签上去的 这么细这么薄 印刷上给多省事啊 可继欧偏部 带蓝色涂层的罗马数字 轨道式刻度圈 蓝色印花字体 白色18K金表壳 怎么德国高级表都喜欢这么干 这就是德国高级器材的特征 高水准的设计 制造能力的加持 表壳 经手工抛光和断面磨砂处理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精致的美感 要说显贵显好 还得看德国正中表 这款表的另外一个 德国高级制表的特征之一啊 就是停秒装置 拔出表盖后 走时停止 秒针 归零 并停住 在设置时间的过程中 品牌标志性的分钟止动功能 随着清脆的滴答一声 分针跳到下一分钟刻度 达到秒级精度 有必要吗 没办法 德国人就是这么轴 每款表都是经过五个方位 三种温度经独立检测机构 15天测试 是德国贴文台表 机芯的布局和打磨也是一景啊 著名的四分之三加板 蓝钢螺丝固定的黄金套筒 还有手工精雕的百轮夹板 等等等等 咱们说说这个大日利啊 G-O代表性的大日利 设在三点位 G-O的大日利是最美大日利 美的哪呢 因为大日利的两个数位片是纯平的啊 极具挑战 单片的不算 下面咱们上手一下这款表 42毫米直径 18厘米的手腕看起来也很和谐啊 再出一点的手腕更优雅 再吸引的手腕呢 有这个弧形表耳 也确保贴合厚度11.4毫米 机芯是Caliber 5808原创手动商量机芯 带行行轮系 蝴蝶表扣 用料足 而且安全可靠 深蓝色路易斯安娜扼一皮表带 举手投足 尽显正中表特有的优雅 对这款表 你怎么看 你喜欢我们这种讲表的方式吗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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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